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这道题 他一开始给了一个三次多项式 现在他给了两个正根 那我们要找他的结 三次多项式 一般在高中初的时候 其实都会先用什么 一次一次检验法来带看看 这边我们要带的时候 从30的因数来带 带正负1很明显没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带个2 带2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会发觉是负24 那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减2 这边是8 这边是30 但稍微留意 这里是正6 这里也是正6 所以呢 我们如果把x带负号 在做x如果今天等于负2带进去 就得到负8 这边是正2 那这里呢是0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开始 a这边呢可以分成 a加2 然后乘上s平 减8x 然后再加上15 那后面这个呢 还可以继续分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两个根 减5跟这个减3 等于0 因此这个结呢 就是3 或者是5 那接下来来看第二小题 那现在这里有一边3 一边5 夹角120 那这边呢可以用余选算出来 这个对边c呢刚好是什么7 那357配合120 这是常见的这个120三边长 也可以把它记起来 那这边如果没有记的话 就用余选来算一次 这边就不计算 那接下来如果算出来357之后 我们现在呢 它这里还有什么VD等VC 所以这边它会有一段 这边有一段 这是这里是这个C 那这边是那个AC 然后这是E 那这边是这个V 这边是D 好 这两 这个是你等于画一个圆弧 这两端会等长 那这边是5 这边是3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里是E 那要算三角形 CDE的面积 关键呢就先求高 所以这里的高呢 会等于什么 高 我们利用面积来算 3乘5乘上呢 Sine 120 然后会等于底层高 所以那底的话呢 现在是7 所以就把它除掉 利用面积底层高 等于两边Sine夹角 所以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是那个 14分之15的根号3 那接下来 这是高 那CDE的这个底是E 水面积就会等于 14分之15根号3 乘1 再乘2分之1 得到28分之15根号3 好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解除此题 那这题呢 那这题呢 是把 呃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